多数人在解冻鱼肉的时候 习惯把鱼从冰箱的冷冻库放到冷墙来解冻 但医师说这样的解冻方式 不但会导致营养价值流失 口感变差 还可能会让生菌数增加 一旦吃下肚 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腹泻等问题 建议鱼肉最好的解冻方式就是要快速 可以直接用微波炉或是用流动的水快速解冻 到市场买鱼肉回家 他为了维持鲜度都会先往冰箱冷冻库放 但等到要料理时你会怎么解冻 有一些老板家我不要退冰 甜味也不会跑掉 放在下面冷藏库 比较少污染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方法 看到那个鱼肉的水流出来 会占整体的状况达到三分之一 所以它三分之一养分会流走 冷藏本身是并不能完全抑制细菌的生长 增加你的整个的生菌素 医师提醒错误的冷冻方式可能会让生菌素增加 尤其海鲜冷冻方式必须要快速 因为有严重发现慢速解冻反而会造成解冻伤害 例如鱼肉的汁液流失导致营养也流失了 更会影响鱼肉口感 甚至造成生菌素增加 一旦吃下肚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腹泻等问题 专家也提供鱼类急速解冻三大招 民众在家可以利用流动的水快速解冻或是直接放入微波炉 也有海鲜餐厅业者购入急速解冻机 目的就是要让解冻更快速 微波解冻就是你在快速度上 它的温度会渗透进去 所以你在微解冻的时候呢 它基本上的水分就会锁在里面 弄清楚解冻方法才能把新鲜鱼肉吃下肚 解冻合报道